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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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慶祝澳門特區回歸25周年 旅遊局在今年1月起 陸續透過不同渠道 在國際市場 退出豐富的旅遊優惠作為禮品 吸引更多國際遊客來澳旅遊 这是我的第一次到 Macau 我非常感兴趣到今天 我们永远都要来来 但我们听到很棒的事情 我经常追求的方式 从什么我看到的照片和博物 看得很美 所以我们期待到我们的旅程 这是我的第一次到 Macau 我听到它在 internet 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它 所以我喜欢看它在船船上 所以我想看什么是在这里 这是非常有趣的 全部都整理得很好 我喜欢在这里 接下来我会认识 需要更多时间吃地方的食物 在未来我会计算更多时间 休息 所以我们可以带到地方的食物 25周年我们会送出 超过25万份的礼物 给我们的旅客 这25万份主要包括交通 航空交通 我们会跟澳航 还有其他的国际航线不同 比如东南亚东北亚 这些主要的航空公司 我们都会跟他们合作 甚至是远程的航空公司 从北美或者欧洲 飞过来的航空公司 我们都会跟他们合作 一些机票的优惠 交通的优惠 酒店住宿 餐饮 就是门票 游乐 基本上就是所有旅游的 一些元素的优惠 都包括在里面 我们都会跟香港的旅游业界合作 船票 车票上面 有更加多的优惠 可以吸引到一些 计划去香港旅行的国际客 或者已经在香港的国际客 甚至是乘搭郵轮 去到香港的客人 我们都会吸引到过来 所有做这些措施 都希望吸引到更加多的国际客 过来 旅游局开展全方位旅游市场 当中包括针对具有消费潜力的 游轮国际旅客 推出旅游优惠措施 鼓励停泊香港游轮码头的国际旅客 参加旅行团到澳门旅游 相关的澳门团油产品 已经在12家国际公司上架销售 自力开拓多元客源 扩大国际市场 并促进港澳联游发展 带动澳门旅游消费 旅游业界都认为 措施游效吸引游客 延长留澳消费 随着各航空公司 新增了直飞澳门的国际航线 国际旅客已经有稳步的增长 适逢澳门特区成立25周年 旅游局针对国际旅客 所提出的好礼等理来 海洛空交通优惠 更是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例如透过提供 往来港澳船票的优惠 目前吸引到停泊 在香港知名邮轮的国际旅客 来到澳门参加登岸旅游活动 这个推广不单止有效地扩大 国际旅客 更重要的是提升澳门 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对于旅游业界来说 向东南亚以至北美航站的 启程旅客提出这些限时机票等等的优惠 是积极鼓励到 国际旅客选择澳门 作为他们亚洲之行的首选旅目的地 这些国际旅客逗留的天数一般都会较长 亦都愿意走访我们的旧城区 进行一些深度文化的体验 从而增加旅游从业园的就业 以至提升服务水平的机会 对于我们的业界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有因给游客 他们可以提升和丰富他们的旅游产品 他们来澳门可以在澳门逗留久一点 我们的酒店业 餐饮业或者零售业都有帮助 一定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配合他们的宣传 更加会对于我们的市场的推广很好 旅游局也提到 将于下月举办的旅游博栏会 政府邀请了不同的国际旅客组织来澳 希望透过走出去和引进来 可以令国际客进一步了解全新的澳门面貌 增加国际客来澳意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